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韩国是由两人进入了16强 日本队只有一人 这也是当今世界围棋力量对比的真实写照 虽然大家都看好中国棋手将会最终夺冠 但谁也没有想到幸福来得如此突然 8月9号进行的16强战让所有的人的眼镜跌碎了一地 在三场中外对抗的焦点之战中 王习有惊无险的中盘战胜日本老将杰成聪九段 小将连校四段上演了一场捉放槽 但最终还是以四分之三子淘汰了韩国的世界冠军崔哲汉 而已经担任中国女队教练的王磊八段 也顽强了以四分之三子的最小优势 立刻韩国排名前十的赵汉成九段 这样中国棋手史无前例地包揽了本届大赛全部的八强名额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八强战中中国棋手阵容整齐 从七零后八零后到九零后甚至九五后的棋手都击身其间 冠军提前收入囊中8月11号的八强战 俨然成为了中国棋手的训练赛 在轻松的氛围中鼓励周瑞阳王磊和米玉婷最终闯进四强 在世界大赛中由一个国家的棋手包揽了八强 那无疑是一场标志性的胜利 我想中国的围棋一定会铭记住这一刻 在黄埔江畔梦幻般的百合盛开了 好了聊过了激动人心的大胜 我们接下来进入到扣人心弦的棋局 我们请上我们的老朋友赵手寻五段和球单云二段 为我们带来本次大赛的十六强战 我们的小将连孝四段立刻崔德汉九段的精彩对局 广告之后马上进入比赛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接下来就由我和赵手寻五段为您介绍 第一届孟百合杯十六强战的一盘外战 是由中国的连孝四段对阵韩国的大名鼎鼎的崔哲瀚九段 那连孝呢虽然是国内一颗非常闪耀的星星吧 但是跟崔哲瀚相比之下好像这个名气还是没有人家大 这是目前 当然了以后怎么样我们就不知道了 好那我们先来欣赏棋局吧 你连向现在的势头来看 以后超越崔哲瀚我觉得不是问题 不能超越李诗石 这个可能是以后再说 我们一会可以从这个对局中也可以看出来 他很多想法呀很奇特 非常有自己的思路 可能不太为人所能洞察 在他下之前你可能不太容易想到 对 很有特点 才华非常好 挂角 连孝的黑棋 对 白棋下了一个这个 白棋这部 就是比较松缓的架 可以说是架吗 我们画一个问号 因为这种家鸡一般都是 这叫一间 是吧 这叫二间 这叫三间 没有听说过四间架 好像几乎是没有 因为四间你很难说它是架 它给对方留有个拆二 是的 对 就是很难说这是在夹住它 好像是给它留了极大的空间的一种 这个分头的想法 也就这种感觉 很松缓的拆了个边 对 然后黑棋走这 白棋小尖 黑棋先交换一下 再拆 这很常见 这个想法 现在比较多 白棋在这一带 夹击这个字 对 白棋夹在这的这个选点很有意思 它不是一般感觉都是走这个 对啊 自己留个脱过吗 这个不是近一点吗 近一点 但它走得远了一格 垂直汉是一个就是力量很大 然后同时下棋很有个性的棋手 对 对 它一般来说也是不按常理出牌的 没错 没错 而且它的棋很有特色 我觉得 对 它就最喜欢是跟那个别人近身肉搏 就觉得双方谁也别留退路 你也别跑 我也别跑 大家就拼磁刀 看谁拼血 看谁先把谁捅死 就是喜欢下这种棋 一会儿我们在这盘棋进程中也看出来 没错 它拼得非常厉害 这就是它的风格吧 对 它棋风就是如此 而且它总是 我觉得 觉得它不太行的时候 它总是能拿出一些招来 然后过了一会儿就发现 这棋就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 对 它这个绰号叫催毒 以前也管它叫毒蛇 也有了这种说法 就是它非常狠 就能听这名字就能感觉出来 它非常非常的狠 下棋 不给对方留退路 都是这样的 这段棋也是挺狠的 它夹得远一格 肯定就是 是的 比较贪了 有点挑衅的意思 对 看起来 这是一个连贯的思路 把一起搬一个 把它粘上 把这火 对 这个时候 它有了这两手 它就靠住 这招就可以成立了 如果没有这两个 你单靠 人家可以搬出来 对 把这两个去掉 就看得很清楚 这人肯定搬出来 这是一个袜打 对 这是一个 糊口 这吃出来 那个黑气就漏了 但如果有了这两个交换 你现在不能搬 那这样的 你现在不能搬 搬的话它断 现在挖不出去了 这吃不出来 正好有个子 你只要有个断点 是吧 对 这不行 是这个构思 所以白琪就换了个次序 他说先挖这个 先挖这个很有意思 你如果按照 刚才那个想法的话 你如果退在这 那它不交换这下 这个差很多 对 它这个 好像就可以冲出来 对 我就考虑它冲出来 要怎么办 你肯定不能断 我觉得 断太过分了 它太 它只要这两个不死 但这也是活气 是的 底下是活气 这三个只要不死 黑琪就支离破碎了 黑琪就很难自己往起连 对 所以就挖的时候 基本上黑琪 没有什么别的下法 也只能挡住它 对 挖的时候黑琪就打这个 这边已经不能走了 无论走这个 走这个都不行 就被人家吵出来了 对 他只有打 这样白琪再翻出来 对 他利用了一个 很巧妙的次序 介绍 介绍 这个局部的变化 其实颇受争议 对 当时看完了之后 大家都有不同的判断 是吗 有的说黑好 有的说白好 差不多吧 我觉得这还是 你觉得差不多 差不多 看这个结构 觉得白琪还不错 因为这里 毕竟把这个四路子 给撞伤了 再加上这个夹的位置 还不错 但是这只是你 基本的一个看法而已 接下来会进行成什么样 这是另外一回事 对对对 我个人觉得还是 白琪不会亏 我当时比较倾向于白琪 但是这琪下下去 就好像有点改变 这个 然后白琪脱了一下 在这 这个脱一下 一般来说是 比职业棋手 比较喜欢下的一种 磁虚 温营手 先脱一下 考验你一下 那这套棋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最简单的例子 将来如果人家打入我 你一跳 是吧 这个时候呢 它这个 拖过没有那么容易 首先你随时可以 这一顶 对 先手给它防住了 你要后拖的话 不见得能拖得着了 后拖有可能退啊 之类的 有变 有变 对 再一个呢 你即使不顶这下 它拖的时候也麻烦 你这顶吃 这个它多了一个断点 这个气是有问题的 所以说 这拖一下 留下了种种借用吧 总之就是 还有一条呢 就是你拖一般来说 就是它这里比较坚实的时候 因为现在黑器有这个提 然后再加上这个 拐三角也很厚 所以你放它加厚也没关系 前提是在你不损的情况下 对 你可以拖一下 不能随便乱拖 对 玩一下 不能当回事 对吧 人家要是很薄的时候 你不能乱玩 把人家弄厚了 不行 现在它挂脚 我拖一拖一拖 这都能体现出 崔之汉的这个气氛 高挂 在这二间高挂 它二间高挂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是二间高挂 对 为什么是二间高挂呢 因为你如果走低挂的话 无论你挂在哪 对方的 这肯定是考虑加你 对 挂哪 人家肯定都会加 这个时候 大家可能不可能去脱退 要是贪图脚步的这个利益 介绍 不管你这要怎么印一个 随便走一个 对 这边 之前的兄弟就这么 太孤单了 对 你现在要跑起来有点辛苦 对 看起来 所以 不能卖弟兄 下棋的时候得有连贯性 你不能让自己之前的棋变成坏棋了 对 那这个思路肯定是错的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你如果黑棋挂 白棋一定是加 那白棋加 他这个之前的兄弟就发挥作用了 他相当于在这个作战的时候 他有接应 大家想一想 这个子实际上是一种接应 那他这个效率就很高 是这样 不管你挂哪个 他都会加 这个可以考虑低加 或者高加 也都可以 反正他正好拆二嘛 家中你刚刚好 这个位置 对 但是他走在这 走在这 你就不好加了 你这个就是很奇怪 加了之后这眼位不够 这个底下眼位不够 大家不要小看这一路之差 一路之差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就傻傻地往天上跳 跳起来 然后 你大概得 对 这边得走 然后我再震过来 这个时候 你底下如果不活 你就得靠这种脱腿 这就是太痛苦了 很损 很损 对 所以他肯定 这个二肩高挂之后 他就不太想往这边夹击 对 他直接飞了 就直接飞 黑旗大飞过来 这样 所以这也是 二肩高加的一个意图 就是这边 不给你留个好点 这样他在攻击的时候 比较给力 不然的话 白旗很轻易就做活了 就没劲 挂进来就是单纯的破控 没劲 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是 然后白旗先加了一下 在这 对 这就是刚才他拖的 这个好处体现出来了 到处都有借用 上面先来夹一下 再拆一 他这个下法非常的狠 这个下法很符合 垂毒的这个戚风 是 他不是说 自己拆个一 然后在底下搭眼 他不是这样的意思 对 他很奇特 我觉得他这个构思很奇特 他还可以体会一下 就是我们自己品一品 他这个意思 我对他这个下法 其实持保留意见的 我觉得不是很符合其理的招法 对 他挺 挺毒辣的 等你尖的时候 他要先把这个脚给守住 他的意思是 我这个拆一 只是为了把这个先手 把脚空给守住 然后在这边再处理一下就完了 他反正他觉得 你知道你这个拆一 你吃不掉就行 对 拆一完了之后 非这个 按说拆完了之后 你总是应该非这个吧 对 对不对 我做活吗 观察意图做活吗 那这个拆一 首先第一个 我们不可否认 他把自己下重了 对不对 这一下走完之后 你里外交换 你这两个子 更重了 本来是一个子 那重了之后呢 你就这边 你又不要 这个从道理上来说 它很奇怪 那你要想跑的话 你就最好别交换这两个 对不对 自己这个出头的这个路会宽一点 做活的这个眼位也会充足一点 这是一般来说正常的感觉 那他这个手法很实战 我觉得 对他这个是两边全要 是 脚上我也要 都是我的 对都是我的 这是强盗 很不友好 很不友好 对 我们孟柏河杯是我们中国的举办的比赛 是吧 他们相当于是 粗珍汉 这个老崔过来砸场 然后你还这么不友好 不确实 现在其实都有点这样的风格 反正他觉得 跟以前符合起礼的那个都不一样 他觉得两边都是我的 你的就没有 干脆一分都不给你 现在奇界的这个强盗越来越多了 以前大家都是君子 讲讲道理 你形势好 差不多 你下的好 我就认了 也不是这样的 现在就是你形势好 是吧 我且给你折腾着了 对 没完没了 这是一个趋势吧 这也是为其经济化发展的 一个必然的过程 就是这个强度越来越增加 越来越强 这个对抗性越来越强 这是一个特点 也是 我觉得也是必然的吧 这个时候黑棋如果搬 假如说搬一个是吧 你局部来说 你是 打吃 他就打吃 接上 对 他就算走过这个 这样你局部是很难继续攻他了 已经 反正要吃他的话 比较困难吧 吃上都困难 他这个肠应是先手 对 马上冲断你了 只要他肠到了 这一粘就活了 你要想杀他 最好的下法 可能是打这个 打这个 打这个一路打 那他 但他这就靠一靠 他不怕你 对啊 这上面很容易 很容易 你搬这个的话 人家一虎 这眼很容易做出来 对对对 你尝这个的话 这头就已经出去了 街上就行了 对 所以这个地方他是暂时不是很好 他也就不走了 那我们说这个局部来说 刚才白棋摆的这个是很 很怂的下法 很简单吧 就是我们就为了证明这局部 白棋是能活的 但你如果现在来搬呢 他可能还考虑往外走 对 总之这个局部是黑棋先拿白棋 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是 你想一下子把它恩死不太可能 对对对 但这不一定就是说白棋这个下法 就绝对好 我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它也挺薄的 上面它围的也挺薄的 对 所以就这个时候 我们站在黑棋的立场呢 黑棋就不能够马上的去攻击它 因为你马上去攻 你攻不着东西 是把别人送活的一种下法 那不合适 所以黑棋的下一首棋 就特别的符合棋理了 对 这首棋叫 用兵法的来讲 叫典型的声东击西 先在这儿跳一下 试试你这儿的应手 刚才我们说这个地方白棋的结构还不错 不错 但是你这些结构是不错 但是并不是说你这里面就彻底好了 对 维棋是看全局的 就是一个全局性的一个游戏 它不是一个 由几个局部拼凑而成的 维棋不是这样的 它是由各个局部组成的 但是整个每个局部的这个思考也好 或者落子也好 都要考虑到全局的配置 那这条棋就非常好的一点 就是说 本身这条棋肯定没意思 我给大家讲 你就是你们平时下的时候 千万不要学这个 因为白棋这个挺厚的 就没意思 你破它这几幕棋完全没意思 你不如在外面震一个 让它去围 肯定是不便宜的 跑这个 但是这盘棋的结构不同 不同之处就在于 白棋这块有一个 有一块薄棋 对 有一块负担 而且这个负担呢 白棋也不肯去度过 度过是几乎是单关 没空 对 所以说白棋这个是一个 很重的一个问题 遗留在这里 它总是欠棋 它总是欠棋的 那考虑到这一点的话 黑棋的这条棋就 很好了 就变得很好了 是 这条棋就变成了一个 就是我们刚才讲 声东击西 就在这个局部跟你纠缠 你跟他纠缠的 这个白棋下的越重 黑就越欢迎 下着下着 其实他这个叫 最功之一不再久 你这个地方 你无论怎么跟他搞 他搞得越厚越高兴 最后他把你这 比如说一般或者一地 他目标是这款棋 他要求把你杀掉 在那 对 这个崔正汉也不中计 他飞起来了 在这 非常的清零 你要是跟着贴 比如他最欢迎的就是贴 他可能就是搬住你 强行搬 他搬一个 你要搬的话 他是连搬海或者长 都可以考虑 连搬的话就是 气子利用 比较直接 长的话也可以 总而言之 黑棋的目标 就是把这下后 你看你如果再贴 我们能想象 你如果贴它长 你这边贴一排 虽然说黑棋在右边受到了一些的损伤 右边的这个模样 以后不好走了 但是他这长一排之后 你这块棋是不是不好交代了 对吧 这就是黑棋的目的 所以说白棋呢 他走了一个飞 这个棋就很好 这棋就是 对 将棘就棘 你如果 重断的话 那就不用塌了 对 他这就打了顶一顶 靠靠都可以 这手段很多 这个我们就摆两步 比如说你冲断 他这打了之后 比如说这一靠 你就很难受了 因为他这个顶是绝对先手 尖也是绝对先手 他很多先手 他保留不走 他不告诉你 那个是 你这很难受 我先留着 对 先留着 长的话 他这一扳 或者一尖 对 你就没办法 你要是扳的话 他这个顶先手 你显然不能扳 对 所以说 这个时候 黑棋也不能冲断 黑棋呢 也就知道 跳出来 对 这个棋 白棋是很灵活的下法 非常好 白棋震一个 对 他先往那边去 黑棋当然是要先 灭掉白棋的眼型 是 这个时候 白棋就 我觉得摧毒啊 也体现出 他这个柔软灵活的一面 蛇也是很软的 对 很软的一种 你很难抓住他 这个很滑 对吧 他手上跑了 先往那边下去 因为这个子呢 即使你冲断 吃了也不是很大 他底下露一露 这墓数不大 不大 底下是露风了 对 而且你 就这个本身对厚薄 没有什么影响 黑棋自身是很厚的 黑棋不担心这个什么 所以说这个很小 看清是很对的 他转到了这个方向 这样我觉得 双方又是打了个平手吧 黑棋的这个计谋啊 没有得逞 对 贴下来 然后黑棋拆了一个在这 先逼住它 远远的拦住 让你这块棋呢 虽然是一根棍 但是依然没有活 至少是 白棋再处理一下 在这 嗯 黑棋的这个 逼的这个位置啊 我个人是觉得 应该走高位好 你要走到这 要走到这好 加上他没有真 对 就是这个走的高位 和走低位 其实本质上啊 都是去加这个 都是去限制 他这个外事的潜力 同时要瞄着 以后未来 要可能攻击他 都是这一个目的 但是这两个悬点 哪个好呢 其实还挺有学问的 我觉得最简单的思路啊 怎么判断哪个好 就是你走高位的时候 他的弱点 是下盘空虚 对吧 对 这个很明显 走低位的时候呢 他的弱点是 出头缓慢 他这个头 比较低 所以说你就想想 你是怕人家震头呢 还是怕人家底下漏呢 现在好像显然 不太怕人家底下漏 这个漏得太奇怪了 对不对 你刚下了一个 还自己觉得挺 挺强壮的 那个后市似的 你跑到二路有点丢人 这个其实不太怕 所以说 我是觉得 这些不怕漏的话 那你就下高位 他同样得出头 这个位置 让他难受的多 出头出起头来 是 接下来你底下慢慢走嘛 什么时候有机会了 再去拆一或者是下飞 慢慢走就可以 不怕漏 就应该下高位 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起立 也是 我觉得也是很实用的吧 他虽然走这个 被人家 这还是有点难受 这有点不舒服 黑棋点了一个 先要挟你一下 看看你怎么硬 对 看他这个 就连下了就是 他棋很腰 我觉得白棋的这一下 是非常不好的 就刚才我也 那种那个 他如果说不走的话 黑棋 不走的话 黑棋就是最多是 去吃他这个破子 也不能怎么样 就这边去吃他 对 不能怎么样 你最多是这种 顶顶去吃我 顶段 就最多 这个段是不太能断 他这个顶先手 这个先手 这个是暂时弄到的 你都不行 对 这个的话 他就打打 还是底下走的不大 这顶就是吃的 比刚才稍微 多了几木棋而已 但你把我外面 也撞得很厚 这是得不偿失 就是黑棋 你要不交换这个吧 黑棋很难去走 他这个都不好意思去走 那我也不太明白 他吃一个是什么意思 他担心人家干嘛呀 他呢 他就是觉得不会亏吧 我觉得崔崔翰 有的时候棋挺俗的 大家可以看他 其实他有个特点 是 就是他不好的地方 他力量大 实在是强项 但他有时候 下的俗手太多 他可能不太介意这方面 他觉得这个俗一点 可能不是关乎胜负的地方 对 但这招其实就很不好 这招其实俗 就马上就体现出他的缺陷了 如果不走这个 你看 你如果点我就贴 这个不走这下 有什么好处呢 将来的时候 他这有靠 少了这两下交换之后 黑棋这是个软头 将来你一旦 这有紫的时候 这一靠 那个黑受不了 那就差多了 对 所以说你不走的话 这很厚 白棋外面这有先手 是的 你走了一下之后 就什么都没有了 走了一下之后 把人家全撞结实 这不好 大束手 会被人家点刺了一下 现在 世界冠军 我们也得批判 虽然他厉害 他棋很厉害 但是也有下挫的时候 也有下随手 束手的时候 贴住 对 这你就很难受了 你如果这样连的话 这很明显 这个地方就连络出问题了 你如果接上的话 人家怎么都把你断开了 最简单的 他就一间就把你这断的 已经很清楚了 对 这就非常苦了 白棋 可能这个子 刚下的这个子 就要去考虑 怎么弃掉它了 怎么样 那个体面的 让这位同志 体面的牺牲了 你就不敢要了 这个已经 这个五路子 体面的牺牲 怎么都不是个好事 可能也体面不了 反正就是有点没面子了 所以说 他这个时候 又只好来这贴 但这贴 其实挺难受的 这现在这边的断点 嵌的就更明显了 所以黑棋 也不是直接去断它 它先跳下来 它逼你联络 它逼你联络 自己的弱点全暴露出来 它先拐冲一下 这多难受 再挤一下 接上 把这个飞住 在这时候黑棋 从容地把这个飞住 飞住之后 你看这块棋 就越来越成问题了 越来越危险了 然后同时 这块棋也要被人家锁挂 是 所以白棋的 这个刺 看上去 布齐尔的一个 刺序交换 一招俗手 其实瞬间就导致 本来可能军事的一盘棋 瞬间就导致 这个形势很被动了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一招 对 这个俗手绝对不能乱下 这是有道理的 对 如果你不刺的话 人家可能还搞不清 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动手 你不刺它绝对是没有 没有什么这个选点 没有目标 它没有目标 这个刺随时都能刺着 这不是说刺不着的问题 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随着汉 就找着有失水准 对 现在人家一飞 它很难受 现在就开始要补了 不补就危险了 但是它补 它也很难过 它就不肯度过 对不对 度过这儿就欠一个 这儿随时被人家完全掉了 所以它就往上面补了 关键是度过也没目 在往上面补也没目 都是单关 然后黑奇就搬这收了 这个黑奇舒服 先逼它两只眼苦活在这儿 黑奇冲 挡住 挑刺一下 接上 对 就没关系 多这儿 多委屈 只能这样做活 黑奇接住 还是先手 先手 你还要再团一个 活了四目 四目 这是四目 这是几目 是吧 这没目 白奇其实看上去捞了挺多 其实就这上面一边 还特别薄 两边打入 对不对 这起黑奇 白奇 这外事丢尽 非常难过 这块奇现在看着 刚才说是走了一个外事 我们为什么不说它是后事 就是因为 现在大家就懂了 它为什么是后事 对吧 现在它没活呢 我们看到 黑奇一长 然后它一沾上 一跳回来 这个步调太好了 黑奇的中府 这些潜力又出来了 是的 它的后事很完整 很成问题 对 白奇这块 其实现在就面临的 要制孤的问题了 他又不肯一个人去打演 像这种招 不太肯吧 不肯 如果这样下的话 黑奇大概很简单的 搬一搬 走一走就可以了 对 它靠到外面 外靠 下来是 吹就回来 这个时候实战啊 黑奇下了一个 非常狠的下法 对啊 非常的狠 他如果说照普通的下法 能不能 比如说这样 这样是不是不太肯 被夹住了 它有点难受 这个地方有点难受 这地方呢 就是说 如果你搬的话 被白奇就断了 它 断外面 我估计是断外面 对 断这个的话 黑奇肯定吃了 它白奇有点危险 这边白奇很薄 但断这个没问题 你这不能接 只有吃 这样他把这籽吃了之后啊 不仅是木树大 同时他把这彻底下好 自己这块薄奇彻底下好了 还是很舒服的 对 对是这样 所以说这个奇 它不舒服 它下了 它不能搬 那你要退的话呢 这边一加 这个效率也很低 这大概就要接上 它就退回来 这个地方眼味也出来了 大概白奇还是能活的 就这个地方白奇还有半只眼 对 所以说 基本上就活净了 这一退 所以黑奇这个奇情也不怎么好 也有点难受 不满意 不满意 他来了一个这个 这个地方他开始发力了 这个开始发力了 这个非常好 是的 那白奇势必要搬下去 对 这肯定要搬 搬的时候现在断的不行 所以他就加一个 对对对 加在这 加一个给你打结 他就是非常强硬 就把这个撑住 不让你那个 轻易的做活 他反正他觉得他的结材有利 白奇提结 白奇先点了一下 嗯 然后提掉 白奇虎的吧 对 挡住 提掉了 白奇找这个结 这个地方结材很舒服 找的 因为顺便找结 还欺负他感情 收着关 对 找个结 这一点也不亏了 白奇扳一下 白奇把这个打掉 嗯 这决心 白奇这个就两目火 是啊 很惨 很惨 就白都没结了 他走这一冲 嗯 这个时候 黑奇实战就把它削了 我觉得它是基于一种形式判断吧 嗯 他还是觉得形式 不错 他觉得这样可以了 对 他可以了 他如果说 尝下来 称结怎么样呢 尝下来 称结的话 白奇提 黑奇还有这个结 还有一个结 嗯 他这个结不能随便找 这是亏的 这结 不论积哪个都是亏的 嗯 他就要保留 皮结 但这样一来的话 白奇可以靠这个结 对 白奇这有结材 是的 就是说这个黑奇可能就打不赢了 这结 嗯 虽然这个冲呢 就是有卖自己一个眼的嫌疑 对 冲亏了 是 但是不管怎么说 他先把这结先撑住 因为这里有个断 嗯 所以说他实战这个时候呢 他就消结了 对 消结其实是基于一种形式判断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奇 黑奇也不怎么便宜 好像黑奇这撑的 也不见得便宜 撑的有点太满了 对 有点太满了 这个毕竟损了十几木奇啊 嗯 冲下来 呃 是白 白转的 白奇等于 白转的 他就把自己连上同时捞了十几木 对 而黑奇这边好像收获也没那么大 也就是把自己吓厚了 嗯 不过这样的话 我判断还是黑奇不错的一个局面 黑奇不错 对 依然是黑奇不错的一个局面 就是说刚才在这里呢 黑奇有点不舒服 所以他就选择了一种强冲的架法 对 把结成了 嗯 连校这个 小棋手就是 是 非常的 嗯 非常爱面子 他其实不能说这么说 很强 就他很强 他那个不希望 不希望被你轻易的占便宜 对 对 他他一般来说 就是这种气势上的选择会比较多一些 嗯 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个 这种选手多了 我们看其实他有意思嘛 他还有乐趣 对吧 大家都是像小绵羊一样的 那个 多无聊 是吧 他有的时候明知这棋不一定便宜 他气势上不能输 他一定要那个给你有结先拼上去再说 这个就非常好看 对 没错 那么这个棋呢 现在这个结打完了 告一段落 白奇先拐了这个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们休息一下 一会儿 好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欣赏莲笑和崔哲瀚这盘精彩的对局 嗯 刚才呢 刚刚讲到这个打结呢 也进行了转换 白奇在这要拐回来了 嗯 把这三个子吃了 有所收获 嗯 不 我还是觉得黑的好 黑的还不错 对对对 这棋还是黑的好 嗯 接下来就是黑的如何把这个厚味啊 嗯 给它发挥出来 嗯 是这排棋双方胜负的一个关键 对 看上去白棋空空挺的 其实没几目 这个地方就十几目琴 就两目琴 嗯 白棋最主要还是这条边 这条边其实还挺薄的 对 嗯 肯定黑棋还能便宜它 赶紧打入 打入 对 发挥后势嘛 不能自己个为个的 那就发挥不出来 它一定要凶一点 如果说这个 这排棋前半盘呀 嗯 双方是还 势均力敌 对比较客气 嗯 下得还收着点啊 没有发力 也收着点下的话 那接下来从这个打入开始 嗯 双方就真刀真枪的开始表演了 呃 战斗开始了 对战斗开始了啊 这从这个开始 战斗才刚刚开始 嗯 这盘棋还很漫长 对 催毒开始展示它那个 扎住 杀住先 毒蛇的 对 本性了 它在这一带印的还是很结实 它强烈要求把这个控守住 而且那个子还不肯乱随便死掉 如果说普通的下一下 像上面盖住的话 它那颗子可能就一会儿就牺牲了 上面盖住它不够 嗯 它这棋不够 如果这个 嗯 你这么走的话 空太大了 打吃 比如说 嗯 我现在只能打吃 挡住 啊对 挡这个的话 这棋 那棋把这吃了 接上 嗯 我这就拐住了 就这样 这摆棋空不够 这样的话 黑棋这块还太大了 这块比你这块大很多 对 是吧 那接下来我们不算厚实潜力 光目数来说 黑棋的这个角 就本身 接下来尖先手嘛 这个角本身就不比你这个小 就可能比你这个大一点 这块就两幕啊 我这比你大一个天幕 是绰绰有余的 我这块也比你这个大 到处都比你大 是吧 我中复潜力还没算 你怎么跟我下 输妃了 对 这白棋不能这么选 所以这个变化 看起来木数太亏损了 对它不够 最主要白棋现在得拼 黑棋把这个盖住 嗯 这个时候呢 白棋他这个当然不能死啊 死了就还是不够 跟刚才一样 那个变化 差不多 接上 飞进去 嗯 黑棋实战的下法 也我觉得也很正确吧 他这个可以说也是连贯的 对 打入了靠住之后 就是瞄着下一手 非常严厉的一手棋 是的 这个连校也开始发力了 嗯 靠断 靠断 这个地方白棋联络是有问题的 没脸好 没脸好 黑棋刚才 废了很大的周折啊 把这个结打赢 对吧 看上去 木树上没有收获 嗯 就是积蓄力量 实际上他就是憋着这一靠呢 对 这靠太厉害了 这白棋 这几颗棋子要被惊吞了 对 要是没有这个 很难跑 这个靠的话 可能这个前面这个打结转换 就有点吃亏了 黑棋 对对对 他就盯着这个 嗯 白棋斑 黑棋尝一个 没有 白棋先 他先搬这个 他先搬这个 这个时候就 各种看出去 看他这个凶狠啊 真的是凶狠 你还不赶紧跑这几个 还要跑去那捞木 从道理上来说 这个时候白棋就有两种选择 我们一会儿看他一下 我不是说他这叫搬凶狠 这叫搬是其中的选择之一 但他后来后来的下巴就 我觉得就是 强盗性 就真的是强盗性 他就跟前面这个一样 他就空也是我的 这个棋我也得活出来 你的空都不是你的 对 他全是他的 这个实在是太过分了 这个时候感觉上白棋直接 像中虎跑 还是有前途的 是啊 就很有希望活 因为这个地方白棋将来 我们可以看成 打吃 搬 打吃这个是先手 黑棋肠 这样白棋这一贴 他这个眼位瞬间就出来了 黑棋还气很紧 而且你这个补起来还不太舒服 你这虎不太 对 被人家一虎 只能什么沾上 但沾上 但沾上这一袋还有先手呢 对 有先手 因为他这已经把你断了 这个子你是吃不掉他的 是的 所以说如果白棋这样下 或者你就不飞 你就直接这样 搬了 吃了 贴 然后走完之后你再跳 也行 对 也行 这个时候他可能会强行的虎 强行虎的话 我是不是考虑先扳他一下 对 这只扳 反正也挺难受 黑的 他这棋型不太好 现在 棋型有问题 如果粘的话 你再跳 这个棋 白棋还是不容易死的 本身来说白棋不容易死 黑棋也就是攻击 他占点便宜而已 黑棋把你分断了 总是不亏 总是可以的 他就是点一点 总是白棋牵着点肉 感觉上 这地方要被人家割点肉下去 对 总是黑棋是一个后世 总能围出点目的 能得出点力 对 但这样的话 局面还保持一个比较平缓的 一个双方都比较客气 对 他这个也太 他太狠了 他这个是先扳的 先扳嘛 我也能理解 我觉得先扳可以 就是你觉得 其实就是一个判断问题 你觉得这边上面吃这个子大 那你就把这个吃了 这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黑棋连拌一个 他打吃 黑棋连拌是好气 接上 配一个 白棋肠 黑棋断打 断打 那断打的时候 他 这也不能粘了 这个肠是 这条起 我觉得是很好 你不能接 接的话 它肠 这个味道还是有 对 还是有 这个你是干亏的 白亏的 所以说他要先撑住这个 打吃的时候 他很灵活 他要跑这煎一个 这条煎 本身的木树价值 就非常大 本身就比这个 想不到哪去 所以说他这个先撑一步 这是对的 他觉得如果说 黑棋现在提掉的话 那他就转到外面去 正好 对 可以省出一手气来 如果说他这个不煎 他回到这儿粘上的话 那么黑棋先手收脚 让你收气吃这两个子 然后黑棋再转到外面 等于外面白插一手 所以这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很清楚 他可以煎这个 你不论怎么知道 他这都先手把你收住 对 你还得补 是的 就是收气吃 这个非常的委屈 然后外面还轮人家下 他这样煎呢 就是 这个你再提就后手了 对 本身价值可能就差不多 但他这个是先手 对 你提是后手 所以他选这个 这个都无可厚非 我觉得下到这儿没什么 关键是长的时候 还是我们刚才讲的 这是 我以为是一道判断题 就是选择题 还是我们是 AB选择题 你要选 我刚才这种说法 是如果觉得中斧大 你就选这个中斧 是吧 如果觉得上面大 你就选这个连斑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想这个时候 白棋大概是 比如先飞一飞 好 中午进一进 黑棋大概会吃 乘一个 对 大概会这样乘着吃 不然的话 下午再被人家顶过来 你就没吃到东西 对吧 白棋定型两下 才能不能再贴两下 然后把这个接回去 或者是就现在接 像收收控 就收收控 我以为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但这样的话 可能白棋不是很够 这样下的话 还是黑棋 收好一些 收下来的应该是黑棋好一点 就是这样的一个局面 结果发现白棋 完全不是这样一个思路 他不是这个思路 结果发现 他就是搬两下之后 他就是先手便宜了 然后搬完之后 我再来做活 他告诉你 这个你别高兴太早 这里面不是你的 这个就有点太 我觉得太过分了 这个下发 所以我说 这个崔泽瀚的棋下的 有时候常常是出乎意料的 他觉得 你觉得你 挺好的时候 结果发现 他根本就不是 像你那样小的下的 对 他搬 他更狠 这搬在这 沾上 他觉得他这块棋 根本就活着 你要吃我 简直是太远了 对 我觉得说实话 要是我的话 我这个时候可能考虑 会判断一些 如果飞不够 那我会考虑 比如说这个时候 先靠一靠 比如说它顶 然后你再搬一个之类的 是吧 对 比如说你搬这个 首先白棋可能就已经便宜了 它长一个 比如说你这个先不搬 因为很有可能是从这儿搬的 如果从那儿搬的话 对 最好是别搬 那搬一下也无所谓 搬一下毕竟他木树没损 搬一下这个跳也先手 对 他跳也先手 而且这个肩啊 什么他木树没损 先走 先走着 先看看你的态度 你如果要是强硬的 杀外面的话 我这边先给你搞一搞 你要是杀外面的话 我再去考虑 是不是做活的 结果他呢 就是直接 不跟你说这些废话 他全是活的 我就全把自己下重 我就全是活的 对 不 如果我是连校的话 我肯定有点愤怒 这个太愤怒了 这个时候为什么呢 这时候你再顶 就顶不着了 这时候还就可以搬里面了 对 你比如说你在连搬这种 还可以考虑 你两个不要了 打吃走外面 打吃尝尝贴外面了 对 你这死的得太多了 对 这里面粘了一下 这个跳了一下 这个大损 这两下损了 一个贴木损出去了 他就可以这边给你点 没关系 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 白旗像灵活的下法呀 都不能要了 你就不能选了 就只能一条道走到黑 我就是要做活 就做活 这黑旗目标也很明确 我要杀你 我觉得这 作为原校来说 肯定是被已经被毙了 太没面子了 对啊 结果能受到两个 被皮上凉伤了 不能再退了 已经 对 再好的脾气 也得杀 这有点就是过分了 加一个 加一个 这是破眼的好奇 白旗就接 黑旗再点 跳刺一下 对 白旗接这个 先 这个时候 如果黑旗下好了的话 白旗应该是死了 客观来讲 白旗应该是很难活 我都没有看到 他有一只先手眼 一只眼都没有 他能做出一只眼来 虽然你有一只眼 但第二只眼在哪呢 对 你一直 后手一只眼 对啊 独眼龙 然后我就不会了 龙我下 我外面随便走一个 你都是死的 所以他只能先往外面正 先跳一个 先跳一个 对 我觉得黑旗如果说 吓得坚实一点 怎么样 这个其实也没什么问题 比如说这儿 是不是更狠一点 这个时候 对 这个时候其实 有一点的这个复杂 但是黑旗如果下队了 我们当时也在摆这个局面 如果黑旗下队了的话 应该是白旗应该是死的 对 我总觉得黑旗 就他后面也有一个机会 应该是比较简明的 他小尖这个 然后白旗跳刺一下 这个黑旗必须要挡 不然先手打断 要把你断开了 对 这个其实黑旗 是也可以靠着这个 可以粘在这儿 对 因为这个它两头连 有这个两头连的变化 就是跟后面这个地方 有点关系 那粘这个就是一个 就还是眼味的问题吧 就是他还是 怎么做眼的 我觉得他贴这个 应该是他看清楚了 他觉得总死了 对 这些还是可能粘上更好一点 他选择贴这个 我看白旗特别危险 总觉得 但他接下来能下号 贴这个 他这个地方有误算 这地方连下误算了 这个贴的时候 黑旗我们研究啊 就是最简单的退一个就死了 就单退就行了 单退就行了 单退因为白旗这个是后手 对 这个是后手 你连不回去 现在你走这儿 我把你挤断 你走这儿 我把你挖断 对 那么我把这个接上就行了 对 这个很清楚 而且你这个接下来 我这点了一几 你这什么都不是 依然不是眼 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白旗就非常清楚了 这半只眼 这半只眼 你无法做活 这样要怎么活呢 无法做活 回头问问 催这个汗 你快起到这 怎么打着火的 对 可能也无计可施吧 我估计 那这个时候呢 他弄巧成拙了 他先刺了一下 他觉得这样更好 他觉得看得更清楚 他这可能还是担心 有什么对杀的变化 我估计 他担心人家走完了之后 什么尖这种 可能是 那边有点问题 有一点点味道 但其实 先从尖 他就挤住不就行了 挤住就冲过来也行 这不存在 你冲断我这个的话 他常 因为这打持线手嘛 这股黑气气太长 对啊 跟我那块气杀气 这白气也是不可能杀得了 而且本身还有一个 可以挤这个线手 那太 挤这个之前 这个谁 我要杀你龙啊 对吧 我杀你龙的时候 你不能不要了吧 我当然就能挤掉 那个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这个其实黑气本来是很简明 退一个就死了 但他那个就是弄巧成者 这有紫 他先点了一个 他肯定没有看到人家这个顶是先手吧 我觉得他 对 他再贴 他觉得这样就简明了 他的想法非常简单 你如果走这个 我就冲过来 我冲过来 接下来就是看得更清楚了 接下来就是这两个后手眼 那我就让琪琪现在全部贯通了 是吧 都连上了 那你还有什么 无计可施了 这白气连对沙都没有 对不对 他觉得这样就看得最清楚 是啊 接着这个也没有用 他击打我就唬在外面就行 没有没有 一点用都没有 是啊 这还能有什么招 但是没想到 而且这个琪 人家如果他看到这个的话 这张琪可能也是走在这好 唬在这 是吧 就这总死了 这白气实际上 怎么看都死了 怎么回事 怎么居然还能走出什么东西来 这个不可能有活路的 应该是 走这个也死了 但接下来呢 他就贴住 他没有看见人家是这个顶 居然是先手 这个顶居然是先手 也挺意外的 因为如果说你接在外面的话 他有个妙少 他可以靠在这 他居然发现他脸上太意外了 对 这个是个大勺子 大勺子 是 这个靠在这 他没注意 就是一靠就game over了 就白气脸上 黑气分大 这个事情实在是太夸张 他连住 正好这是个糊口 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形状 在这种情况下 他能连住 对 这有点盲点 是 虽然很简单 但是 是不容易发现 你直接冲这个 他就接这个 对 你发现这个时候 这两个点必得其一了 你接这个也没用 他也是接上 这两个点必得其一了 所以这个时候 脸下突然发现 好像不对 坏了 这他能靠回来 不过之前 如果说他顶之前 他能挤到一下也好 但是他可能已经走不着了 那个时候 挤的话 比如说他在顶之前 他能挤着一下 跟他交换一下的话 他顶就接上就没事 他就靠不回去 我可以冲断 对 这怎么下都死了 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坏了 居然能被白旗 早出一场活路了 这个也没有活路 我往回缩一路 是吧 你大不了就是这样 把我分断 那本来白旗就能分断黑旗 黑旗 他想断你 你是没办法的 这黑的自己 只要不死 白旗就没前途 不过白旗也得先做点准备工作 即使他点一个先手 我尝回来的话 假如说你这个结实先手 你依然是两个后手演 对 对 所以白旗他先在这边 做了点准备工作 他先虎这个 这个地方只能说是 崔正汉太顽强了 我也没看明白 这个局部 崔正汉太顽强了 下的 就是 他 我个人觉得 就是这种棋 一般来说 职业棋手可能就放弃了 对 觉得就不行了 这是怎么活 就是人家怎么下 你都死了 那个 就千万条方法 可以杀大龙 就联想 居然他是没选出来 这个也是太幸运了 崔正汉 但是我又想说 他还是很顽强的 对 他这个时候 他依然不放弃 对 他依然是选择 继续这个拼搏一下 果然是上天 对他很眷顾 黑旗顶打 在这 接住 黑旗这个时候 我估计依然是处于迷茫的状态 对啊 他觉得 你在干什么 他觉得你不还是死的吗 是吧 他一定是 没明白你在干什么 他弯在这 弯在这呢 也是跟这个眼有关系 如果说你捕在这边 人家打先手 什么冲了 然后这个有断之类的 对对对 反正这几条棋呢 其实也是在长气 他把自己的气 吓得再长一点 趁你蒙在鼓里的时候 还没反应过来 对我再挤打 然后左这 踢一下 踢一个 踢一个 再断打 接上 接上 白旗再顶这个 这时候大家顶 这个一顶 我估计黑旗 他立马头就大了 他立马头就大了 白旗先没断 白旗先交换了一个次序 哦 他是先提了一下吧 嗯 对 我觉得他的可能早就独秒了 独秒 这个地方因为提来提去毫无意义 对 然后走这 白旗断打 这个黑旗都没办法 接上 打吃 黑旗提掉 这个次序白旗下的就是巧妙之极 嗯 再打这个 刚刚好出棋 刚刚好出棋了 这个时候打的时候黑旗呢 你不能沾了 沾他一冲 嗯 他这个冲呢 他变成了先手眼了 刚才我们说 一直强调他后手眼的地方 他变成了先手眼 我这要连回去 你得走一个 嗯 然后我走这儿 这个地方一贴这是两只眼 你只能拐这个 那我把这一冲 两只眼了 就活了 你觉得不可能做出两只眼的地方 他居然能做出两只眼 对 真是很佩服他 对 所以说这些黑旗呢 就只有 在打的时候他只有挤这个吧 他挤了一个 嗯 挤这个 但你挤不着了 因为之前沙特龙老早的时候挤都能挤着 来不挤 这边被人家拱的这个 一木齐都拱没了 这拱的现在白旗木比黑的都多 是 你这时候再来走这个 就肯定走不着了 嗯 损失太惨重了 白的是有提捷 提捷 这个捷白旗很好打 因为白旗自身杰太多了 对 提掉 白旗找了一个 白旗提了一个 黑旗接上 嗯 提回来 嗯 黑旗现在没招了 只有把这个扑死 这本身杰太多了 要把你一块打 因为想杀他不太可能了 对对对 这个时候 嗯 从这个 呃 局面 形势来说啊 白旗最简单的一招下法 把揭晓了 对 这个黑旗就已经起立认输了 就不行了 不行了 他再抓这个空不够了 这个 你吃我这一块 不到三十目 嗯 我把你这全破光了 而且这还涨了 对 你这个就丧生理智了 对对白旗这 加上白旗这块 涨了十目 本来黑旗这个 这块空至少得有四十目 呃 等于里外出入五十目 这黑旗就是 亏太多了 对 这肯定输了 然后但是呢 这个白旗这时候 随着漢他又开始展示 他那个 呃 很毒的一面 他还要撑住 不过这个时候 我想读秒呢 他可能也一时判断不清 或者说他觉得他结才够 所以他把结撑住 嗯 但这个实在是太没必要了 嗯 太没有必要了 提 提掉了是吧 他就有恃无恐 他觉得结才多 嗯 冲 当主 那接下来就因为白旗的这个 太撑的下方 对 就引发了另一个故事 啊 黑旗靠 接下来的这个故事是更有意思啊 就我觉得有一句话叫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应验了这句话 嗯 嗯 白旗 你这个前面 捡了人家黑旗这么多的勺 才把自己大龙这个赖活 蹭磨 对吧 做出一打结杀 对做出一打结杀 接下来你该还了 这时候白旗开始犯荤了 嗯 然后白旗冲这个找结 他确实本身结真够多的 对 他结材太多了 黑旗要打印他挺不容易的 嗯 然后他在这找结 拐打 白的呢 对他拐打 其实这个 这个时候白的其实就是有点 我觉得就越下越晕了 就真的是越下越晕 这时候 这个本身搬这个可能就有一点齐哈 嗯 有点齐就是 但他这个好像还是打在底下 打在底下 你要想杀他的话 对 杀他的话只能走这个 如果说黑旗打的话你就提掉吗 还是接上 打的话我可以接上 你可以接住是吧 对 所以你跑出来没有齐 跑出来我就一路爬 爬过来 这个地方是没齐的 对 那也没什么用 就没什么用 但是结材很多 就是结材非常的多 没错 他黑旗可以糊 然后再长 长一六 然后再出来 嗯 这就是白旗刚才我就说 那没必要打结 对吧 这时候他已经晕了 他就管吃这个 管是这个 黑旗提节 黑旗提节 然后呢 他找了一个 白旗充吧 是充这个吗 嗯 对 嗯 黑旗管 对 然后再提 排斥 嗯 有时候他提掉 对 他接上了 这刚才差距就出来了 他应该打劲嘛 对吧 对 这个区别 这个白岔的 脚上一个岔一个活旗 是的 然后黑旗再提 这时候白旗去冲这个 嗯 这个时候黑旗看清楚了 嗯 黑旗呢 是先在这虎了一个 当虎 虎了一个 白旗是提掉 提掉 然后他就顺手再尖一下 这尖也是巨大的一个关子 尖也是巨大的一个先手关子 你不硬的话我先手尖回来 嗯 你得接回去 他挡住 这时候黑旗把这个吃了 嗯 这个吃了也是很明智的一个选择啊 你以为你继续跟他打劫 这个劫本身就有一个十几目的价值 嗯 本身就是 而且是个逆收十几目 对吧 我吃是先手 逆收十几目的价值 其实我们就奔想 他已经比这个大了 就不比这个小了 最起码是 不知道这个时候 会不会崔正安觉得这个劫实在是太失败了 对他现在肯定是很后悔 后悔 但是这个时候人家一吃 他就只有走这个 冲回来 把自己先给做活 你不做活不行 嗯 结果这样呢 黑旗在在见这个 这就是 黑白旗是拼命捞了这一个 嗯 然后呢 换又换了这个两两处这个代价 黑旗先把中午吃了 已经十几目了 然后又把这些奖上给弄出个打劫 而且这个打劫 从事后结果来看呀 跟静活没区别 对 你这个白旗就亏到姥姥家了等于是 对 那这样一来这个局面的形势 是不是就像黑旗倾斜了呢 对 这个时候就是黑旗 也没有 也没有 这个时候也没有 还差多了 可以看刚才白旗这火大龙 这还是便宜太多了 对 没有像黑旗倾斜 但是这个心态上双方心态已经完全不对了 这尤其是老崔啊 这个时候已经完全下昏了我感觉 虽然他不到三十岁的年纪二十八 对对对 但是他这个连下了几招这个大昏招之后 有几个结打得太失败了 结果他可能心态上出 我觉得绝对出问题 这个时候他冷静下来还是白旗倚 只要他后面好好收 对好好收 这个时候黑旗不能做火 可能大家会问黑旗为什么不做火 这扎一个先手 这儿先手 对这个是先手 有结这里 所以说这个旗你是不是火旗 就提死了 是白旗走这个 黑旗打吃 黑旗下得很撑 白旗在打结 白旗提结 黑旗挤一个找结在那 挤一个 这个旗黑旗不仅是要跟你打结的问题 它是连关子都不能损 关子损了还是不够 全要撑住 对全要撑住 这个时候连校就是 我觉得崔之汉附体了 连校后半盘他变身 他变成老崔附体了 他那个突然他就变得特别的 对 我觉得这个时候他肯定是 斗志就上来了 因为这个时候你退一点就不行了 一定要全部撑住 他很愤怒 我估计他吓的时候肯定很愤怒 这样被人搞回去一盘谁受不了 对吧 什么吓都死了 然后变成这么活一块 是啊 这个棋手的心里 我们都能够 都能够这个猜出来吧 他肯定非常愤怒 所以他就是 换谁谁都愤怒 对 一定跟你搞 提掉 这时候白棋是走了一个 断打在这 这个断打时候看败招之一 断打亏了吧 断打亏了 他就用最简单的方式 这个时候我们白棋就是用最笨的方式 就把这结结上先 对 因为结上里面还是个打结 这黑棋 因为这边有先手 所以这是静活不了 静活不了 你还接上 我接上吧 那我就接上吧 反正就是这样吧 对对对 就是可能得先挤一下 先挤 先挤 先挤也是个打结 反正结果是一样的 对 这里面还是紧气结 再来点 点进去 爬 进去铺 因为这个棋白棋 我们刚刚说过这个是先手 是的 所以这就是个紧气结 紧气结没关系 白棋 你只要别想着把这个结打赢 你就忍气吞声 打掉牙往肚子里一眼就完了 我承认我自己这个愚蠢了 对吧 我很失败 但是呢 他们两个人都是个性很强的人 我能赢棋啊 对不对 我只要能赢 我点清楚了 能赢就行了呗 是的 我就收关 接下来白棋姐也甭打了 就把这个收关 黑棋那个你总得下一手吧 我总得提一个吧 你总得提一个 不能不提了吧 这期 你总得提 提的时候我只要继续收关 没问题 而且这个地方你单退回来 是不是有个加进去 对有个加 这个比他实战便宜了 两木棋 插的飞掉了 加的时候你又不能反击 插两木棋 我一段打出钱 只能回去 然后人家就可以度过了 对 白插两木 这两木足以致命了 完全可以致命 白插两木好像还不止 这以后收关的时候 可能还有一个这个 呃 什么的可能性 就是双活的可能性 那我们就不提他 就插两木 从实战结果来说 也是影响胜负的 这个是最简单的 嗯 他就收下来就赢了 我们来看一下实战就是 为什么他 为什么他能赢啊 因为 因为附体了 这个实在是老 老崔实在是太昏了 嗯 他先断去这个 他先断打 现在已经处于一种 就非要把这结打赢的这种状态 他已经就是 拖了一个在这儿 嗯 没有判断能力了 失去判断能力 搞不清状况 其实人一定要保持冷静 对 虽然之前你犯了错误 但是你一定要及时调节自己的心情 这个很重要 对 饭吃一下在这儿 围棋就是一个 我觉得下一盘棋啊 有点像跑一场马拉松 嗯 对 它过程很漫长 嗯 嗯 其实它允许你犯很多次的错误 嗯 是吧 跑着跑着 鞋带掉了 没关系 这不影响这个大局 我可能蹲下来 这个鞋带时间我还休息休息 喘口气 也能赢是吧 跑到最后也是拼实力 关键在于谁犯最后一个错误 对 关键在于你这个心态也不能坏 是吧 不是跑百米 百米冲刺你不由得你犯错误 可能一口气没倒过来 这些就完了 但是这个围棋比赛呢 还不是这样的 因为比赛是一个就是拼一个漫长的 拼综合的一个东西 嗯 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你犯一个错误 没关系 调整下来 就冷静 关键在于要冷静 关键在于要冷静 对 这个黑的斑 对 他跳一个 对他跳一个 嗯 就是他还是怕受气吧 以后讲了 他跳一个也当时好手 然后白旗想了半天 没有合适的节 才粘回去了 嗯 粘上其实没关系 嗯 因为这还是打进去节 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 真是 你看联校多狠啊 他关键时刻非常冷静 他先挤这个 先挤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撑住 撑住 对 他就这个节已经 他已经看成我已经打赢了 这个节 嗯 因为他不挤这个的话 他是不是可以团在这打节 对团在这打节 哦 他可以这样团 对这样的话黑旗你立 嗯 他挡一个先手 一拖进去 他反正这单先扑也行 差一个节才 扑你损一目 他这个棋 反正黑旗是要把自己当打赢的 白旗不用走这也就单挡 他只好挤这个 哦 他就你就给我打这个节 不是打这个节 打这个节的话 黑旗可能要更重一点吧 他要大一点 所以就打那个节 那就这样 就算打那个节的话 这样黑旗打赢了 亏一目棋 他把这个也挤掉 他这个一目棋也给你抠住 真够狠 真够狠的 所有的母艺 每一幕都给抠住 这个时候发现 年轻人的优势体现出来 他非常冷静 他到后半盘 他越来越清楚 越到后半盘的时候 对他越来越清楚 他已经近在掌握中了 就是形势如何 对 我怎么样才能赢 对吧 这一切他都已经判断清楚了 对 而老崔当时我估计 头是这个晕晕的 对 这什么情况 他要干什么 我也搞不清了 如果他清楚的话 他刚才把这个提掉就行了 这老崔就提掉 就赢多了 对 不是赢一点 是赢很多 人家就我们从进去看 就能看出来 那什么事都没干 对吧 你这个被人吃了 这脚被人活了 你就吃一遮 对 这哪行啊 把节点进去 继续跟他打结 爬一个 对 继续打结 扑 对 白琪提掉 这个时候找的很巧妙 他挤了一个 这个是个节奏 他不走的话 是不是单弯就可以做出一个结了 对 对 对 弯一个 是 所以说呢 白琪这个还是得走 白琪得硬了 他跳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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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白琪没结了 白琪炒了半天 炒了半天 把这个摘上 退回来 退回来的话呢 黑琪白结一消 这个白琪 我们刚才讲 你如果单退回来 黑琪也只有消结 为什么呢 他打这个你就打这个 这叫连环结 对不对 他不可能 这个剪枝嘛 丢西瓜 对不对 不可能为了打赢这个结 脚不要了 对吧 所以说 他这个等于是 这个没有打结的顾虑 我单退没有任何变化 你还是只有消结 你也不可能说我补一个吧 这个没有这种道理 你还是只有消结 交结之后我可以加 这是一二三三亩 后来是一二三四五 这白打两亩 对 加的话呢 你首先你不能立 第二个你不能打 你打的话我翻打 我不是给你打结 对 这地方其实没有打结 大家看这个地方实际上 是不是打结 净吃 净吃 所以说你只有虎 再打吃 才沾上 对 刚才那个小老师说的 一二三三目起 黑鞋是三目 那实战这样造型的白鞋由于先打 然后再打 打两个缩手之后 再去退 这个时候将来再一爬 人家一粒 人家一粒将来提一二三四五目 一二三四五目 白插两目起 白插两目起 这两目起就要了 结果是 黑胜 就是说盘面九目 黑鞋赢了一目半 这个地方就亏了两目起 那如果你这两目不亏的话 就变成盘七了 对 就变成盘七了 白七就已经赢了 就是下的已经非常非常糟糕了 只要不亏这两目 白七还是赢的 然后接下来咱们再摆一个局部 对 他是这样下的 然后爬了 他先爬 爬掉 爬了一个 然后把这个打了 黑棋提 黑棋提 这个时候白棋爬 黑棋立 接下来的关子 白棋又出现了问题 另外一个什么就是 他还是以崔正汉的水平 他是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 崔正汉的水平是没问题的 肯定 对 这个实力是肯定没问题 但是 的确是这个后半盘的经历 可能是比现在的年轻棋手要差一点 跟不上了 有点跟不上了 虽然他也很年轻 但是这个94年的联校 对 更厉害 更年轻 这个时候 崔正汉的下法呢 就是应该点这个 单点 那单点这个的话 黑棋是不是要跟他撑结呢 这个结没有意义 你提了你在沾上也没木 没有木 你撑结我就收关就行了 一边收一边打 这个结呢 将来我提过来的时候 你黑棋是无条件 只能站在这 大家看这个非常妙 这个地方 非常妙 看上去一个不起眼的次序 对 你为什么只能站这呢 你如果走别的地方 我一扑 你成打就杀了 你觉得大龙不活 对 你觉得大龙要死 那受不了 你只能这样 点着交换一下之后 白棋该走什么走什么 就OK了 白插一幕 白插一幕 因为接下来 如果黑棋将来把这个结打赢了 沾上的时候 你就看 没有点着这一下 打赢了沾 没有点着这一下的话 白棋是白亏了一幼三分之一 一幕其都不止 现在点着的话 能提着一下 对 这个地方就白棋又白亏了一幼三分之一 那我们刚才讲 白棋最后输了一幕败啊 你这一幼三分之一要提着的话 便宜着的话是什么结果 是的 大家就可想而知嘛 对 对吧 就最起码是又有胜负了吧 这一期 点一个是妙手 确实 对 点一个是一个妙手 但这个其实不妙 这个其实就很简单 这个其实对于初学汉来说 就特别简单 他肯定能看到的 但是就是说 他可能也比较遗憾吧 就是双方就是错进错出 那他这个后面关子 就真的是 惨不忍赌 不能看了 最后不多不少 正好差一点 差一点 最后输了就是最少的 以中国属子规则 最少的就是四分之三子的这个差距落败 对 因为这个是孟百合嘛 所以是 中国规则 中国规则 而且这个结呢最后是黑棋 所有的关子都撑住 然后把这个结打赢 对 就白差的 他没点 然后后来就白亏了 对 所以这个棋最终非常具有戏剧性 前面我们可能看的前面盘 大家有点犯困 这个没有 没有什么很精彩的地方 双方都都很平缓 这是后面真的是太精彩了 后面这两个人下的 错进错出 错进错出 各种故事 对 双方的各种这个 个性啊 棋风啊 对 都体现出来了 主要是这个地方 在杀人的棋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对 因为很有可能会露看 你想连联校都漏看了这个靠 我想我们平时广大棋有 在下的时候 肯定有很多错误漏看的时候 所以一定要仔细 一定要小心 你想这块棋怎么看 横竖都是死 结果被他折腾出一大截来 对 虽然说联校最后 把这个翻过来 当然是运气很好 很不容易啊 就是双方抵拼谁更顽强 都非常顽强 那么最后的结果 大家都已经知道 就是联校之黑呢 是以四分之三子的微弱优势 战胜了崔哲瀚 杀入了八强 好 今天的齐就为您讲解到这里 谢谢您收看 再见 再见 好 感谢两位高手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 我们今天的文评论到 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再次感谢齐音笔朋友的收看 齐情天下 其乐无穷 各位齐友 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好 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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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